今次的主題主要是聆聽 聆聽的時候,我們加上幾個名詞 聆聽,感受人的感受,回應和分辨 這個主題是很重要的 我們會一連串說到和別人溝通和輔導 這些都會幫助我們和別人溝通 今天所說的是非常重要 我們會操練和練習 讓大家在輔導的方法 如何能夠入心 讓我們成為一個習慣 聖經說到,讓我們知道 聖經也是叫我們去留心聆聽 留心聆聽才能夠回應他的感受 雅各書一章十九字一起讀 我親愛的弟兄妹,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 由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樂 這兩個經文說到什麼呢? 就是雅各書一章說到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聽話就聽得快點,留心聽 然後說話少一點,慢一點說 然後發怒就更加慢發怒,或者不要發怒 最重要第一就是聽 而當我們聽的時候,我們才能夠與喜樂的人同樂 聽到他開心,很多人聽完就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留意他的好消息 我們未必跟他一起開心 但如果你有個好消息 譬如說給十個人聽 有一個人說,哇,這麼好 我為你歡喜 而其他好人沒有什麼反應 那你會不會對這個人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特別 為什麼你會這麼大反應呢? 就是因為他感受到我們的感受 所以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感受到開心的人的開心 又跟他一起快樂 然後哀哭的人,感受到他哀哭 他的憂傷又跟他一起同哭 感受他的憂傷的時候 那個人也是覺得很特別的 有些人說,很多時候人就會很善心 說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但其實我們當人聽到哭的時候 我說,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知道你很難受 那時候我們就感受到他的憂傷 很多人的心是這樣的 刺到穿了 很多傷心,很多不開心的事 所以他們的傷心 很需要人感受和回應 我們不只是需要人教 他們憂傷的人是需要人感受和回應 這是很重要的習話 他們不只是需要有人去教他們 又有人感受到你的憂傷 你的痛苦 然後就回應他 二塞書內一章一節和二節 就講到去醫治的人 一起讀 擦探我醫治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就是神很想我們擦探我出去 治好那些傷心的人 那些傷心的人 他們的憂傷 我們治好他們 和安慰悲哀的人 其實很多人就是需要這樣的 而我們想了解他 就需要進入他的內心世界 好了 這裡有個人聆聽 聆聽那個聆聽者 聆聽者很多時候 就會有一個大通病 就是什麼呢 他就注目在他想達到什麼 他想注目在我要做到什麼 但聆聽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而是相反的 怎麼一起讀 左邊讀先 注目在他的一切 右邊 不注目在自己想達到的目的 那就是注目在他的一切 他的經歷 他的憂傷 他的痛苦 他有什麼困難 他面對什麼 他想得到什麼 就是注目他 到底他的內心是怎樣 他的經歷是怎樣 而不是注目在自己想達到的目的 那為什麼不是注目在自己的目的呢 因為呢 當我們想注目在自己的目的 就會聽不到他講的 即是我們很想 一聽他說 立即想快點幫他 改變他 就會聽不到他的痛苦 他很憂傷 那我們就想快點出了他的憂傷 不要那麼憂傷那麼久 那時候呢 我們就猛地想方法 讓他不要憂傷 那時候呢 那個人就覺得 沒有人感受他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聆聽的重要性 就是說 感受到這個人的憂傷 然後 先回應他的憂傷 感受他的憂傷 然後 先一步步地引導他的 好了 聆聽的時候 還有什麼呢 一起讀一讀 由左到右 由左到右 一起讀 對他表示興趣 打醒精神 專心聽 關心他的經歷和感受 感受他的感受 不要忽略他的感受和願望 不要想著他什麼錯 不要首先想著要改他 這個其實都很重要的 就是說第一 對他有興趣 就是說我有興趣他的事 他的需要 他的困難 就是不像呢 嘩 我試過在一些小組坐在那裡 有人聊 有人分享 有時候有些很大的痛苦 我就很流心聽 我發覺有些人坐在那裡 就開始在那裡 看手錶 看手指 看東 看西 因為他覺得 又是說這些 就是沒有什麼興趣 覺得這是很煩的事情 對於人的困難 沒有什麼興趣 這樣的時候 是很難幫助人 的確人的困難 不是好聽的事情 不是一些 你聽到會開心的事情 但是當人經常注目在那裡 時 他就會專注在自己 他不能夠幫助人 我們的生命是想幫助人 就是我們得到 我們想要得的東西 所以第一 就是對人表示有興趣 又打醒精神 專心聽 這件事是很難的 是很難很難 那麼就 Shirley我太太 她都跟我分享 她上過輔導課的時候 她叫他們的學生錄音 錄了音之後 就播出來 播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聽上來 就好像一些 大家都聽到 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這個老師很特別 她的耳朵很靈 她說了幾句 她就立即停了我的錄音機 立即問他們 你聽到什麼 他們很驚訝 老師會聽到一些東西 是他們聽不到的 這件事 我們是很難學的 聆聽是非常難學的 聆聽其實會幫助我們 和人的關係 也會幫助我們全夫婚 幫助我們建立關係 幫助我們輔導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 記得 聽的時候 打醒精神 就不是想著我去改句 想著改句 你就會專心不到 你就會慢慢想我怎樣幫她 而是當時 留心她的狀況 我們後面也說 都要分辨 分辨的意思是什麼 是分辨她 不是分辨我 不是分辨我要做什麼 是分辨她 她現在說的這句話 代表她內心一點 我們待會有些 exercise 一路打出來 大家一起去想 好了 第三 就是關心她的經歷和感受 就是她所經歷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覺得 有沒有搞錯 你自己拿來壞 這樣也會的 明明那個男生 全世界都說不好 那你都要 把頭捏過去 當然是被人欺負 被人欺騙 我們可能會這樣想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是我就說 我關心她 她的經歷是痛苦的 雖然她是做錯事 但是她是痛苦的 她是很慘的 很憂傷的 我就關心她的經歷和她的感受 然後呢 感受她的感受 如果我是她會怎樣 雖然你說我不會這麼蠢 沒有搞錯 還有這些事情 真是很傻才會 比如那些人 已經新聞說了很多次 那些電話 詐騙我 現在還陸續都有 那你說 沒有搞錯 已經新聞說了這麼多次 你都聽 你聽完新聞還被人欺騙 但是她始終是沒有錢 她的心是很傷心的 所以我們感受她的感受 還有沒有忽略她的感受和願望 她很想是怎樣 有時候我說 你的夢想太過分了 你真是過濃的 即是覺得不及實際 但我們都不會忽略 接受她是這樣的 還有回應她的感受 即是我知道你是這樣 即是有些聲音 第一就是額頭 即是她說話的時候有額頭 有 是 原來這樣的事情發生 真是很辛苦 真是很困難 即是會有不同的回應 那你就不要想著她是甚麼錯 即是不要想著 又笨又錯 為何你會做這些事呢 然後呢 就不要首先想著要改她 即不是第一想著改她 而是說 我更加 體會她的內心 所以上一個圖 大家記實就是 我要注目在她身上 不是注目在我自己想達到目的 靈聽的時候 我們上一次學了幾樣東西 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一個 知覺論 裡面有五樣的 對不起 其中一個是感覺 而感覺呢 我又加了一種是hurt 我一起讀一下英文 因為英文比較容易記 左手到右手 glad sad 一起讀得了 glad sad man afraid ashamed hurt 即是這六類的感覺 就是呢 開心 平安 喜樂 憂愁 擔心 這一個的感覺跟其他有什麼不同呢 它是屬於低沉的 屬於低 即是心情好像倒下來一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 mad 是憤怒 激氣 那這個就是 即是激動那種的 有afraid 退縮 是害怕的 有ashamed 或者內疚 收拾內疚 就覺得內疚 真是很醜怪 或者是內疚 即是覺得自己 為何會做錯這樣的事呢 另外一個就是 hurt feeling 就是傷痛 就是被人傷害過 那這些呢 當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都留意一下 它裡面到底有什麼感覺 那這幾樣 我希望大家記得 一起再說一次 用英文記的比較容易 glad 一起讀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我順便說一下英文 第一就是記得說美音 第二呢 ad 那個音是要嘴上摩大的 glad ed education ed 那個口不大 education ed 就是口小 glad 就是大 好了 我們上次看過這個知覺倫 聆聽的時候呢 了解他講了什麼 左手邊是他講了什麼 右手邊呢 是他沒有講什麼 為什麼要說他沒有講什麼 我等一下才解釋 我們上一次講過的了 由這裡到左邊 先看英文 I do I sense I think I want I feel 那這裡呢 就是說 我有什麼行動 我做了什麼 我 sense 我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就是我 總之是 眼耳口鼻 皮膚 觸覺到 感覺到的東西 我聽到 我看到 我感受 不同的那種感受 我感受到 看到他那種憂傷 發出來 那種 I think 是我覺得 或者我相信 我覺得 我認為 是thinking 來的 又是I want 又是I feel 我用一個例子 給大家知道 譬如有個人說 我剛剛 就 跟我先生聊天 I do 我看到他沒有興趣 他聽到說話 在那裡發 在那裡靈來靈去 在那裡看手機 我 sense 他 sense 我覺得 他完全不理我 他完全不理我 他沒有說過 我覺得 他已經是我認為 他不理我 他也不關心我 我想什麼 可能我想走 我想不要他 或者我想他對我好些 I feel 是什麼 我覺得 極度的被人遺棄 沒有人要 被人看小 被傷害 這個 即是 他講出來 講完這幾樣 他就把他的事 講完出來 那為什麼我會說 他沒有說什麼 其實都是那幾樣 為什麼沒有說什麼 因為為什麼 有時候 會這樣說 他講 兩個人發生的事 他沒有說 到底對方說什麼 他沒有說出來 即是行動 沒有說得清楚 聽起來好像 全部都是對方錯 即是 說到今天 我們吵架 打架 做到什麼 烏煙瘴氣 可能他沒有說 什麼事發生 為什麼會引發這些事 即是他沒有說到 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 可能他 後來我問回 我試過很多次 我問回他 原來他今天 做一些很發脾氣的事 然後他的丈夫 有很大的反應 他就是說他的丈夫 反應 他沒有說到起初的部分 即是他沒有說到什麼 他沒有做一些事 或者他看到的事 有時候有些人 他會這樣說 在聖明圈子 有些人會這樣說 這個人有操控性 這樣跟我說 他有操控性 我就會在想 到底你看到他的操控性 因為靈類感受 我就會問那些人 你是靈類感受 還是你看到 為什麼我想知道 因為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 看到他的行為不好 我便知道 我便知道 怎樣幫助這個人 他只是靈類感受 我很難幫助 即是靈類感受 他是操控性 這是沒有觀察到 即是觀察到什麼 他沒有說到觀察什麼 他只是說 他是操控性 我們可以問回他 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講什麼話 他講什麼話 令你覺得他操控性 他認為他沒有說出 他覺得什麼 他只是覺得 譬如說了感覺 一邊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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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時候 我們不需要問五件事 我們只是知道 有這五件事 我不用問了五件事 我只是知道 他講什麼 所以當人講話時 我留意他講什麼內容 我現在試試給大家 操練一下 上次我們都試過操練 我現在講一些句子 你告訴我 是哪一種 他很好人 I think 雖然我沒有說 我覺得 他很好人 不是很好人 看到他的樣子 很好人 這樣叫很好人 我看到他的行動 我看到他很開心 是兩種 我 sense 我 sense 我看到他 我就很開心 是什麼 I feel 我想跟他聊天 I want 這樣就容易了 因為你看著圖 但當你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你就去了解他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又不用 他剛剛說 I think I want I do 你不用這樣想 而是整體上你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漏了 這個也是對於我們溝通很有幫助的 好了 聆聽的時候 了解他的狀態 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內容 狀態 首先狀態 中醫有句什麼 望聞聞切 看著樣子一進來 嘩 頭哩哩 眼淚淚 看著他 嘩 很激氣 很怒躁 一看 看到他的狀況 我們立即留意到他的狀況 了解他的狀況 我們一起讀一下 他對自己失望 或有希望 覺得人生灰暗 或喜歡人生 對人失望 或有希望 對人憤怒 或喜歡人 喜歡神 或埋怨神 深信神的幫助 或不信 這裏發覺 是對自己 對人 對神 對自己 他是失望 或有希望 我問大家 你不用舉手 你對自己 覺得自己很失望 做錯了那麼多事 做不到那麼多事 還是有希望 希望大家 都調解一下 我知道我失望 我知道我失望 我怎樣可以找一個 第一 我為何失望 甚麼令到我失望 有時候我們失望 不一定是 有時候 不一定是合理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候 有人說 我真的對你失望 他對我失望 我們這次是靈聽的 不是講醒的輔導過程 這次是靈聽中分辨 有些人覺得自己人生很灰暗 或者喜歡人生 有些人覺得很有盼和 有些人想快點 耶穌回來 意思就是 不用再活在世界上 不用再找工作 不用再熬 有些人說 讓我活久一點 好一點 讓我可以祝福更多人 到底你是屬於哪一種呢 還有那個人是哪一種呢 對於自己 對於人 是失望 或者有希望 在基督徒當中 都會有這種情況 其實人人都有問題 有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基督徒 這個又壞 那個又壞 這個全導人又不好 那個全導人又不好 他就覺得 每個人都不行 的確你找到 不過有些人說 他總有希望會改 我經常都是這種心態 經常找我們的人 很多人都有困難 但我說 他總有希望會改 還有我提升到 他將來 會幫到別人的 這個就是神給我的盼望 就是 每個人 我覺得他都一定有潛質 但有人 未必是這樣想過 他覺得很失望 哎呀 家人又這樣 教會也有這樣 這樣的時候 他對人很失望 他對人憤怒 或者喜歡人 有些人是不喜歡人 憤怒 憤怒 或者他是喜歡人的 那對於神 那你說 信耶穌當然是喜歡神 那不是一定的 信耶穌也可以說 神都不幫我 神都不記得我 神都幫別人 也不幫我 很多基督徒都會有這種心意 或者很難得到神的幫助 祈禱都沒有用 這些是 因為他 這個都可以是由他的經歷 不過他的經歷的時候 我們都聆聽他 我們就不要馬上批判他 而是聆聽他 了解他的情況 又去分辨他的情況 但的確有他的原因 但是神永遠都是愛我們 不過只是人不明白的時候 所以他會不喜歡神 或者深信神的幫助 或者是不信 很多人對神的想法就是 神都不幫我 或者神會幫我 這個就是人 到底他對神的看法 大家都想想自己 或者你見到一個人的時候 到底他又怎樣 其實有些很明顯的 很明顯 很多人找我們輔導 都是說 家庭關係又不好 當我了解的時候 跟神關係又不好 對自己又覺得不喜歡 所以他才會 整個生命有很多困難 而你發覺那些人 很積極那些 他真的覺得人生是好的 那為什麼兩種人 就是因為他怎樣看人生 他怎樣向前走 就是因為他整個生命 我們就是想聆聽 知道他的狀況 回應他的狀況 去引導他 去明白他的情況 然後引導他怎樣解決他的方法 好了 聆聽的時候留意什麼 因為我將他總括了 就是這裡總括了 一會兒就操練一下 操練一下 聽一句話的時候 怎樣說 我們一起讀一讀一下 他發生什麼事 他的情緒和狀況 他說他做國策 認為想要和感受什麼 他沒有說他做國策 應該用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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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想要和感受什麼 這兩個就是知覺論 下面 他怎樣看自己 看人和看神 他的相途何需要 這裡我們將聆聽的時候 這些是主要我們聆聽的時候 會留意的 他有什麼事發生 發生了什麼事 他這件事發生 他的情緒和狀況是怎樣 然後他到底有幾樣東西 他做過什麼 他感受到什麼 他察覺到什麼 他認為什麼 有些人認為 神又不愛他 這個世界沒有好 教會也幫不到他 沒有人關心他 即是他有時認為 他想要什麼 他想要快點解決問題 想要什麼 或者感受 是怎樣的 憂傷痛苦 他有些什麼 沒有說出來 然後他怎樣看自己 看神體 看人 他的內心的傷痛 雖然我們聆聽的時候 就想了解他裡面 這些事情 我們試一下 記一下 看著這裡 發生的事 情緒狀況 下面可以有想知覺論 然後他看神 看自己看人 看神 以及他裡面的傷痛和需要 好了 現在我們就拿這句子來練習 如果有人說 我回教會覺得不開心 我們回頭 他說我回教會不開心 我們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已經可以回應 但我們可以了解這麼多 但我首先可以怎樣回應 大家可以想一想 到底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由這句說話 可以想像 我們未必知道實際 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發生了什麼事 當他說 我回教會覺得不開心 的時候 他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 即是在教會有些事情發生過 可以是跟人 可以是他 其實多數都是跟人 或者也可以是他自己反思 以至他 他自己發覺 我看到很多問題 或者別人說些說話 令到他自己發覺 他裡面很多問題 好了 當他說 我回教會不開心的時候 他的情緒和狀況是怎樣 我意思是說 他講一句話 我已經可以聽到很多事情 雖然我們不知道細節 但是我們已經聽到很多事情 他的情緒和狀況是怎樣 他講得出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他 大家可以放膽大聲說 不用怕 情緒低落 是的 情緒低落 他的狀況呢 狀況 即是說 那個情況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那個情況 就是情況 我沒有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跟丈夫剛罵完膠 他情緒就不開心 狀況就是 他跟丈夫的關係 現在是很困難的 即是那種狀況 那種狀況 他現在面對的狀況是很差 他自己本人的狀態也很差 可以說他本人和環境是怎樣 那種狀況 我想剛才的問題 應該是說 狀況是他跟別人的關係 可能不太好 是的 這是可能的 我也想說 我們現在只是 由那句說話去猜測 但我們不能夠肯定是甚麼 但我想 一句說話 我們可以引發 知道發生過甚麼事 即是可以 大約知道發生過甚麼事 我們就 聽這句說話 馬上留心 即是動你耳朵 我回教會 不開心 好了 他做國策認為想要感受 他講哪幾樣呢 他講了做和感受 非常好 Kat 非常好 做就是回教會 感受 他沒有講甚麼呢 他沒有講他想要甚麼 他沒有講動向 他沒有講到認爲 他只是講他的感覺 他怎樣看自己看人 和看神呢 我想有些歡心 或是感覺上 有時都覺得不太好 是 好 那個就是認為 他怎樣看自己看人 和看神呢 這個我們未必知道 他怎樣看自己 看神 和看人 當一個人在教會不開心 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他會對自己 會不會有時 他會容易些說 我都不是那麼好 會不會 這個人 當他去一個地方 和人相交得困難的時候 他會不會說 不知道我有沒有問題呢 人會不會有這種可能性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其實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種情況 有些人被人性侵犯 他性侵犯之後 他會說 哎呀 都是我壞了 我沒有聽過這種說話 其實是對方錯的 但他會怪了自己 人是會很容易說 都是我壞 都是我那天很蠢 為何做這些事情 有機會給他呢 他有時候也不會看自己 但我們沒有 這些他沒有說 我們不用批判 不過我知道 他這句說話 已經藏了很多東西 是不是 回教會不開心 已經藏了很多東西 可能他自己的經歷 也可能包括他 這些是需要了解的 問他 可能他回家又不開心 和人相處又不開心 他對於人的看法 可能會怎樣呢 大家不用怕 不要緊張那個相機 哈哈 不要緊 大家放膽 我想大家去想 讓你習慣了去聆聽 一聆聽他說 立即我留意到這些事情 他對於人的看法會怎樣呢 是的 有些人對他也不太好的行動 可能對於神 這個可能 我們實際不知道 他的傷痛 他有沒有傷痛呢 他有沒有受到一些傷害 是的 他可能受到一些傷害 是的 他可能受到一些傷害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進去 他需要什麼呢 他需要什麼呢 需要關心 是的 需要關心 亦都需要醫治好 沒有這些傷害 沒有這種在教會裡得到的傷害 是嗎 所以其實 一句說話 原來已經可以包含很多東西 我們聽別人的說話 我們就可以想一下 他可能裡面有什麼 好了 下一句 我身體很差 我們不用這件事都說了 我們這次都不用說了 我們可以選擇來說 你覺得身體很差的時候 亦都代表什麼呢 大家可以 可以 好了 我身體很差 大家可以想到什麼 我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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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覺到身體很差 但我有個個問題 就會問究竟是他 身體很差 還是 emotional 他會說 他會說身體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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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有emotional 情緒影響他身體也未來的 可能會的 但是當你聽到他身體很差 你會聯想到 大家可以很自由地去發揮 不用看著他每一點 即是他有病 他有病 是的 然後影響他人有影響多少 大家可以放心去說 試一下 不要緊 一個人這樣的時候 他會對於自己的看法 會怎樣 不一樣 即是一個人身體很差的時候 他亦都告訴你 我身體很差的時候 擔心身體 是的 擔心身體 除了擔心身體 對於自我形象有什麼影響 一個人身體很差的時候 自我形象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一定有的 不過程度就不知道 他可能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沒有興趣做人 可能會有這些情況 也可能對神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現在是被大… 他會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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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被這個病 對 就是可能說 他做錯了什麼事 對 為什麼神醫我呢 總之他可能會想很多不同的事情 由這句說話 即是我們… 我想問問大家 當你聽到這個人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分別 原來一句說話可以包含這麼多東西 我們回到這裏 我回到教會不開心 我回到教會不開心 我們第一回應 可以回應什麼 回應什麼 大家可以試想想 第一回應 第一回應 第一回應感受 怎樣說法呢 你想想 假設是你 你回到教會受傷害 你很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比如說 有些人可以說什麼說話 令到你覺得 他感受你的感受 通常人都會問他 發生了什麼事 會的 都會的 都會的 很難想到 你怎麼回應 他的感受 可以的 大家想想到怎樣 可以回應的 比如說 有些不好經歷 令到你覺得不開心 令到你覺得 有負面的經歷 有負面的感受 可以就是這樣 我知道 你現在都覺得辛苦 覺得不開心 這些就是一些回應 總之 感受他當時的感受 然後先去了解 好了 可以了解些什麼 怎樣了解法呢 我們可以 回應後 可以問他 了解他 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發生 怎樣 令到你不開心 你的不開心 是怎樣的不開心 是不是每一次 有些人 他回到教會 有些人關係不好 馬上就很不開心 到底什麼 去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了解了 有些人 他真的很失望 對於自己很失望 對於教徒很失望 對於教徒很失望 他去哪個教徒都是不好的 他這個經歷 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其實是很受苦 很多困難的 身體很差 我們可以說些什麼 怎樣回應他呢 就是從我們想想 會怎樣 對於身體很不舒服 因為身體很不舒服 因為身體很不舒服 會覺得 又辛苦 又麻煩 又麻煩 我們可以怎樣說 身體的不舒服 一定會令你很辛苦 對於身體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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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感覺 如果是我 是他 如果你想想 如果過星期都要看醫生 過星期都要吃藥 每天都要吃藥 每天都不舒服 每天都痛 的時候 你的感覺會怎樣 那你就會 會辛苦 會 了解他的情況 例如他痛 有否影響你睡覺 有否影響你吃東西 你的心情怎樣 這樣就 了解他的影響程度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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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